Toyota的場子我們來了 新車發表 今天是中大型房車裡面的佼佼者銷售的常盛君 他就是Camry 他不是Crown 那也不是Brius 雖然你看前臉會覺得 怎麼家族樣貌越來越明顯 好 我們先來公布一下 Toyota Camry這次的售價出爐了 來到第九代了 我們從汽油版來看 98.5萬 各位滿意嗎 百萬有找喔 以汽油旗艦的話 這個售價很吸引人 你就給他111萬 他找你1000塊錢 這樣有滿意嗎 等一下講配備喔 先不要太早說滿意喔 再來就是Hybrid 大家喜歡的Hybrid 因為我剛剛偷偷的打聽了一下內部的消息 就是車子上市之前的接單破千台 那你猜猜看 有幾乘是買Hybrid的 6乘 欸你怎麼都準 你偷聽對不對 車主 車主啦 有6乘是買Hybrid的 那通常買Hybrid的幾乎9乘以上就買旗艦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公布售價囉 因為Camry的Hybrid 入門的那一款有高便 我不能這樣講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這個價格很讓人出乎意料 112.9萬 這時候通常要來點掌聲 但不要開手 因為他們手要拿機器 要一直開手 那頂規的Hybrid的旗艦呢 125萬 有沒有聽錯 請問一下 家裡買139萬的 第7.5代的 沒有我是7代 第7代好 139萬的 頂規139 現在是125萬 That's why 為什麼大多數的人 如果大概有六七成 都是選擇買Hybrid 而裡面大概賺了九成以上呢 就是直接直上旗艦 為什麼 來 算數學 125-12.9 我不要再刁難自己了 這個小小的價差 會讓你覺得配備上 有差那麼一點錢嗎 何況今天台積電 佔上了一千多 這個台積電有關係 有關係 就是現在大家 賺的可以直接來買 對 無痛換車啊 可以直接買車 你看 車主已經霸氣的說了 麻煩車主 等一下訂單 我在旁邊幫你拿一下 CAMERY 我們至少現在來看呢 售價我覺得 誠意還蠻夠的 但配備呢 這就是我們要檢視的 下星期的媒體就要公辦試駕 我們也會帶給大家 第一手的試車報道 但我要問問車主啦 125萬 給不給過 給過 給過 來 麻煩訂單來 沒辦法 舊的開不換 沒辦法換啊 他說舊的開不壞耶 來來半夜 家裡鑰匙給我 去幫你 我幫你加工一下 讓你可以換車 好啦 因為真的開不壞 這個經久耐用 也不會壞 所以呢 這造就了CAMERY的車主 這時鐘度很高 但是時間開久了 換一台 更好的 PSS 3.0 更安全的車款呢 也是現在台積界在大早的時候 有很多人心裡的OS 好啦 最近台股真的很熱 那 我們的影片都要看喔 不管是理財啊 然後不管是這個新車的報導 什麼樣的車最適合你 看我們頻道就沒錯喔 Super Snow Show 亮燕晴 Snow Show 不停 再打個廣告 來 那我們就來檢視一下CAMERY 但是車主跟我們說 他認為 賣的最好的 未必是 那頂規的HYBRID 因為它有一台車很誘人 哪一台 汽油的旗艦啊 汽油旗艦 以前汽油都沒有通風座椅 這次終於有了 喔 他的想法跟我們 欸沒想到耶 對不對 以前汽油想要通風座椅 怎麼辦呢 自己拿針刺 只能自己去汽車百貨買了啦 自己去汽車百貨自己想辦法 因為以前沒得選 現在原廠有 而且價格還蠻親民的 就是一百一十一萬找一千塊 欸還不錯耶 那除了那個通風座椅 現在汽油的旗艦可以之外呢 它的配備也比較多一點對不對 對啊 TSS 3.0 安全不打折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誘因喔 就是如果你買 Camry 是有一點點預算上面的考量 可是你又不想配備差人家太多 不好意思喔 汽油旗艦也不會讓你覺得 差HYBRID太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細把規格拿出來看的話 HYBRID旗艦難怪還是賣最好啦 因為配備真的很滿 而且想到有人是買一百三十九萬 我只要買一百二十五萬 就感到心情非常的溃瓦 好啦我不要再虧你了 那一百二十五萬呢 我覺得滿有誠意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之前一百三十九萬頂規 才會有通風座椅 它有 然後後面的後座的觸控幕 現在一百二十萬也有 而且我還是按鈕它變觸控的 配備上我覺得就是大升級 那就是唯一差異就是JBL 就沒了 你的之前一三則是JBL 還有NAPA的真皮座椅 NAPA的真皮座椅 我們這種做大事的人不拘小節 只要價格讓給我開心 這些配備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真正使用配備有給 那是我比較在意的 那看個人 大家也歡迎留下你的意見 對於新的Camry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我們下個星期媒體就要公辦試駕試車 我們到時候會幫大家做報導 好那我們先快速的第一眼印象 帶大家認識一下 從車側看會覺得 它跟上一代第八代 落差沒有到太大喔 對它整個線條還是很神勢 對但是其實你看到新車 感覺那個前臉呢 你就會覺得 Chrome的感覺 油然而生 有嗎你有這種感覺嗎 有啊就是那種雙C型的自行燈 高級感對不對 而且我今天都以為自己跑到Lexus的 新車發表會了 就是外級Model出來 然後高級感燈光一打 再看到紅色的車一出來 我今天衣服就是配著它來著的 欸我的司機可以換車了 一直劝敗 我覺得它的前臉的那個樣子 就是新世代啦 你說那種王者在線 就是它的Slogan 我覺得真的有相呼應喔 然後我們再來看車側了 雖然覺得跟上一世代沒有落差到太大 但是它的那個線條感還是很好看的 經典的設計是不用動的 喔哈哈 你看人家G-Car幾十年都是那樣 你拿Camry跟G-Car別 好好好 okokok我可以接受喔 因為喜歡Camry的人啦 就是 始終支持者喔 所以車側線條 倒也沒有太大幅度的改變喔 但是它的那個線條感真的是 挺裂落挺好看的 它已經產業22年的No.1欸 為什麼Camry我今天還跟它撞山 我也沒跟它約好啦 我是拆說廣告主打社的紅 那我就穿個紅來配它 原因是它是1980年出生的 跟小妹童年 我好想把這句剪掉 然後後悔自己自己把他搶住了 很穩內斂 然後穩重的年紀了 所以你看看 這個極大成的Camry是怎麼的不凡呢 你看 我們同業在按那個觸控幕欸 你的一百三十九萬沒有欸 要不要換車 你可以控制排管 然後溫度 後遮陽臉有欸 這個有點像做Alpha的感覺 就一個理所當然的使喚它 然後按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做到副家駛座 很舒服的那種軟Q感 海綿的支撐性我覺得很不錯 它的門法 它做直的耶 跟這樣過去耶 這算是蠻前衛一點的設計 它做的比較年輕化一點 對就是變年輕化了 因為我期待我還都是木紋 看起來比較老氣一點 有人在跟家人喊話 他期待都木紋 還花一百三十九萬 我有的配備他還不一定有 他還嫌老氣 這個人真的是很難滿足欸 看一台看一台對不對 可是真的喔 年輕人 二十來歲不到三十歲年輕人 就會覺得這樣子的鋪陳 符合你的年紀吧對不對 對啊 但它還是有沉穩的感覺 但是現在CAMERA變Shopper很多耶 你當年開了大家會覺得你應該是穩重的 就偷開爸爸的車出門 對偷開爸爸的車 可是現在開你會覺得這是年輕的 穩重的男性自己選的車齁 不一樣 然後裡面呢這個螢幕也是給很大塊的齁 它出風口這裡給你Bling Bling耶 這也是現在很流行的那種菱格耶 然後這裡的出風口也是有給它包起來 Type-C三個 它有一個無線充電板 還有置物空間 質感是很好的耶 你也可以直接EV mode按下去 因為它是Hybrid的 因為Toyota的Hybrid 你也用懷疑什麼呢 它就強 它就賣那麼久 大家也很喜歡 它可以在油耗上還有操控上 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 據說它在科技啊還有操控上呢 都會很不一樣 所以下個星期啊 你們想知道新的CAMERA 有跟以前的什麼差異留言 我一個一個看 因為我們就要試車了 很期待到時候可以開的感覺啦 那當然TSS3.0 我們自己試啊 對它的評價也是非常好 它有PKSB 它全車系標配 全車系都有耶 PKSB已經救過多少 我們的攝影童人 上次前車突然太近 差點輕上去它就介入了喔 那真的是幫助得到 大家看一下屁股齁 線條還是真的很好看啦 就像粉絲說的 經典的樣貌不能改 但是新世代的樣貌 這個燈還有這個字樣 加上來會覺得這個新舊融合 有經典又有新的科技喔 然後空間上面呢我來看 算是蠻大的蠻寬的 大且寬 那下面呢有一個小小的收納空間 有空出來 一如以往的成文喔 畢竟是房車 你就不會再考我說要去車速這件事了 你覺得裡面直接躺在架式座 往後躺會比較舒服一點喔 但是如果硬要躺的話 它的空間還是大啊 中大型的 你要載什麼都載得下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Camry 那接下來就歡迎大家留言喔 引擎動力啊 這次有兩個動力的選項 配備的差異啊 那你想知道細節就讓我知道囉 那希望我們今天快速分享影片 然後總功能是到底分享什麼呢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囉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再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 記得按讚訂閱